周杰倫 你會模仿周杰倫嗎 比較不會 以前很常常喜歡叫我叫那個 不錯這樣叫我 只剩下鋼琴陪我彈了一天 有像 其實我是有兩個綽號 一個是新北吳彥祖 新北吳彥祖 然後另外有一個叫板橋劉德華 以前頭髮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叫我新北吳彥祖 如果你額頭遮住這樣可能 其實我是很真的幫吳彥祖 打開一些知名度 因為有一些 好敢講 那後來因為我在板橋選議員 選上以後 有一次在一個政論節目上面唱歌 然後因為我唱劉德華的 所以後來我有板橋劉德華的稱號 也有人去抓我 就是比較神似劉德華的照片 其實看起來也有87%相似度 我真的很想殺你 暖暖的冰雨在臉上 忽暖的拍 暖暖的眼淚跟寒雨混成一塊 周杰倫來到現場 來吧拍個鋼琴唱個歌吧 現在就唱歌吧 你很像 而且你比他帥 謝謝 我髮量比較多一點點 沒有 你真的超像超帥的 那你人家如果問你 你會說什麼 周杰倫 你會模仿周杰倫嗎 比較不會 以前 以前很常喜歡叫我叫那個 哎喲不錯 這樣叫我 哎喲不錯 哎喲不錯 你這樣叫我做 就做這個動作 對啊 但是真的也 很多人講的 就是從他出道之後 我在念書 然後都講說 你很像周杰倫這樣子 然後 我之前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也是遇到很多中國同學 或者是那種外國同學 都算很像周杰倫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去逛街 然後我跟我同學去逛逛逛 你知道周杰倫的爸爸 從小就沒有在他們身邊 不是 就是我 我同學就看 因為東西很貴 我就想說 哇我真的考慮很久 那中國的那個服務員 看到我就 哎你怎麼考慮那麼久 然後看到我就 哎我覺得你很像一個誰 然後我朋友就說 哎呀他是那個周杰倫 來拍《頭文字第》第二集 你不要講太大聲這樣 結果 結果那個人就是 哎那好 那你等一下你去過來街上 說是我朋友 不是說是我 然後就是他算我員工價 嗯 所以我覺得那這樣還蠻不錯 就把它買下來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有這些好處 身為上有一些樂趣跟好事 對有好事 然後 最特別的就是這件事嗎 還有 就拜票啊 就大家很容易去 就是很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 嗯有話題 有話題 然後可能不記得你是誰 但我起碼知道說 重力有個議員像周杰倫這樣子 嗯 對所以跑行程跑活動 那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 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他講話也有一點點像 對啊你是不是有說 會給他講話 他如果再把它放慢 他如果速度再放慢一點 其實 真的就很像那個 可以唱唱 只剩下鋼琴陪我彈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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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像 有像 有嗎 有嗎 謝謝 唱長一點再唱長一點 對啊你的造勢晚會應該要自己 你這邊代表綠唱會 等一下藍區要代表 所以你不能輸 他一句很嗆 當時本來我們最後一場造勢活動的時候 在藍區的時候 我有說如果當選的話 我大概感恩的參會或者活動 我就要唱告白氣球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是 你因為長相的關係 你很快的在你們那一區打開了知名度 跟網路的聲量 應該可以這樣說 就是2014年開始 然後那次參選 大家就會不斷 如果你搜尋彭就好 可能後面就出現周杰恩 就是關鍵字可能是類似這樣的 所以你準備一下 好我準備一下 我準備一下 告白氣球的文字 好我找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PK那個 好 號稱 辛伯 你先直接唱了啦 因為你長相但沒有說服力 你就是要唱 你不是說你是歌聲相 不是長得相 沒有 你是才華相 不是帥中相 因為要話說從頭 這樣觀眾就不了解 其實我是有兩個綽號啦 一個是新北吳彥祖 新北吳彥祖 我都覺得 然後另外有一個叫板橋劉德華 新北吳彥祖是為什麼 是因為之前我在新北市政府上班 然後那時候記者幫我封的 因為我以前頭髮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叫我新北吳彥祖 然後我曾經就是有得到一個獎項 因為那時候朱立倫鼓勵我們 市府員工自己主持活動 然後後來我有得到一個 最佳活動主持人獎 然後去市政會議領獎 然後後來記者有寫報導 然後因為同時領獎 還有另外一個消防局的同仁 他長得很像貝克漢 所以記者就下一個標 叫做 新北吳彥祖PK消防貝克漢 所以從此新北吳彥祖這個名號 就不進而走 就是在那個我們市府裡面 媒體圈就是這樣傳開來 我如果看你這部分 蠻像的 如果你額頭遮住這樣 可能有一點 其實也有很多人說 像其他人 但是後來就是吳彥祖 就比較有名 但是後來我也害這記者 被酸位要承認 因為那個新聞 被轉到PTT上面 然後網友就說 這記者是這個什麼 我沒有覺得看眼神之類的 有不肖網友有這樣的回應 但是也有其他比較捧場的網友 就報導 就說比如說三重劉德華報導 什麼台中春思童報導 就是大家就開始報導 對 春思童 這個是新北吳彥祖的故事 那其實我是很真的幫吳彥祖 打開一些知名度 因為有一些 好敢講 比如說一些年長的朋友 你就是靠這一招 這樣不會得到 有一些年長的朋友 他常常看到我 就說 他想要講幾句俏皮話 說 原知啊 新北吳彥祖 吳彥祖 我說吳彥祖 吳彥祖 還是吳彥祖 你講清楚 其實他們本來不認識吳彥祖 後來我就跟他們說是吳彥祖 那是叫新北吳彥祖 那後來因為我在板橋選議員 選上以後 有一次在一個政論節目上面唱歌 然後因為我唱劉德華的 所以後來我有板橋劉德華的稱號 其實一開始歌聲響 但是後來也有人批圖 你的意思是說以後 後來有長相像嗎 沒有 後來也有人去抓我 就是比較神似 劉德華的照片 其實看起來也有87%相似度 我真的很想罰你 應該也是有 應該也是有 但是我是覺得歌聲是比較像 好 然後你知道嗎 我現在新北吳彥祖 紅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之前有不孝的網友 他整理國民黨十大帥哥 就漏掉我 他有把馬英九放進去 但是漏掉我 然後居然你知道嗎 沒有我 然後網友就跳出來抗議 他說 網稱新北吳彥祖怎麼不見了 那個是不是你的另外一個帳號 不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新北吳彥祖 你是業配吧 不是我亂掰的好不好 你們國民黨十大帥哥有誰 就是有什麼 馬英九 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人 好 好 好 看一下看一下 講話很安 更想知道他是宗神 很想像 李柏妤 李柏妤 張維媛 英偉等等都很重要 其實都很重要 不要做回去 但是因為漏掉我 所以說沒有什麼公信力 沒有什麼公信力 沒有公信力 好 那所以其實我是歌聲 像劉樂華 好 換一首歌嘛 對不對 因為我本來都唱忘情水 但製作人警告我不是在唱忘情水 所以我今天帶來一首 要心梗 老師 音樂 然後沒有音樂 好 洪洪的冰雨在臉上忽亂地拍 暖暖的眼淚跟寒雨混成一塊 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蓋 你的影子無情在身邊徘徊 你就像一個筷子手把我出賣 我的心彷彿被吃到狠狠地在 心腰上的愛 誰會敢去猜 還是願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最愛的女孩 這個還沒有很像 再來一首 我今天節目都那麼好 對 兩小時啊 唱好唱 還沒有很像 再來一首 除了忘情水跟這一首的另外一首 那只有連這兩首 大家點歌 這邊我先來吐槽一下好了啦 因為我有訪問過葉元之 結果他在講講講講國民黨 結果那網友馬上就留言說 唱歌啦 唱歌啦 就說他唱得比說得好聽 唱得好聽啦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你看他馬上就可以唱 我跟你講他真的萬年就是那麼一首 他就是只有冰雨啦 他忘情水 忘情水啦 就是這兩首啊 你就是萬年這兩首啊 也有別首 但是我唱大家不要聽過的 但是我這邊 事實上我也有訪問 就是蠻多的立委啦 就是政治人物 很多被政治當務的歌手 真正最像最像的 這個是民眾黨 民眾黨的前立委邱成遠 而且他的英文名字叫做Andy邱 來了 事實上他真的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劉德華的那個後援會的會長 他是真的劉德華的粉絲 然後後來自己去組那個後援會 結果你知道他迷劉德華到什麼地步 不只是他的造型打扮 他真的自己還出 後來自己出一張CD耶 CD喔 叫做成心愛你 然後這個CD啊 這個都是劉德華的成名曲啊 如果你是我的傳說啊 等一下唱這首 我和我追逐的夢啦 然後冰雨啦 可是你知道我每天在那個 就是開車啊 放他的歌 你就覺得真的很像劉德華在唱歌 蛤 你變得那麼好 對 被政治耽誤的這個歌手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不好意思的 是大家都知道那個陳子儀有沒有 我記得林瑞圖也有出CD耶 真的喔 林瑞圖可能這個回購率沒有那個 普吉利沒有揪成員 你的嘴巴有點抖 他是真的很像 那有一個對不起製作單位 是那個陳子儀 陳子儀不知道被我們家哪一個 親戚那個A走他的封面 哪有 這個很受歡迎耶 對 所以只剩下 A封面 陳子儀前年他是出年曆 好 你大家還記得他的年曆 哇 那個整個街頭巷尾 那個排排排排 大排場囉 最美里長嘛 對不對 他今年改出CD了 那為什麼我對不起製作單位 因為那個封面 可能不知道被我們家哪個吃汗 給拿走了 所以找不到他的封面 因為他今年出一個單曲CD 所以那個陳子儀是 里長洪道都可以出CD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一個政治人 剛剛說秋成你出夠CD對不對 對 你也有說嗎 我們有俄娃合唱過好不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在台上 我在台下 喔 有合唱 我常常跟蔡依琳合唱 還有Lady Gaga也合唱過 斑白眼 那你斑白眼 大家都跟Blackpink合唱過 我們沒有 擠不到票 沒有特權 如果你是我的傳說 一句 天上地就有沒有 浪漫傳說說太多 有誰能為我寫下一個 很像 為所為所 可以啦 真的嗎 我只擔心等不到 矛盾心情正揚 面對差異好 可以啦 你一定要讓他唱唱兩首歌 從來沒有任何愧疚 沒有任何愧疚 還有嗎 還行啦 還行啦 周杰倫準備好了嗎 可是他真的很像 他連那個港腔都很像 你的臉就夠像了 不用怕 好 我開始了 三盒般 昨晚的咖啡 我收一杯 品嘗你的美 留下春瑩的醉 花的玫瑰 名字寫錯誰 趕快去修 風吹到對街 微笑在天上飛 你說你有點難追 想讓我指南而退 禮物不需挑追鬼 只要想寫的落葉 營造浪漫的約會 不害怕搞砸以前 擁有你就擁有全世界 可以了嗎 那個咬字不清很像 對 就是咬字不清的地方很像 富哥 重點 富哥 親愛的 愛上你 從那天起 甜蜜的痕情 親愛的 別忍心 你的眼睛 再說我願意 超強的 謝謝 來 我們學運界的無尊 你說現在你已經進化了 不只無尊了 對 現在好幾尊 這個對啊 我還蠻常被人講說 像明星年 可是大家講的都不太一樣 最早是無尊 後來也有人講過修傑凱 那但是我自己統計 最多出現的應該是 接下來這兩個 一個呢就是這個 麗麗人 對就是這個 然後其實像明星年 就是有一個 我覺得在我們出去 跟選民拜票互動上 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會多很多話題 然後就會比較拉近距離 像有時候人家看我 然後就 你就感覺說他好像在想什麼 他就看你 嗯 嗯 你 你就想那個 那個 大概有時候會卡住 然後就可以跟他玩嗎 說兩個字還三個字 嗯 嗯 結婚了沒 有有有有結婚 就是跟那個誰結婚 那個那個 我說陶靖 對 然後他說 那你就是說我像李莉 這樣 就可以互動一下 那如果是跟賈靜雯結婚的 賈靜雯 雞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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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多一個梗 對 對可以有很多支線展開 嗯 那後來是這幾年 蠻多人也講說這個 像日本的一個男星 叫高橋一生 這樣 對高橋一生 嗯 這張有點像 嗯 對就是那所以我後來在網路上 這個封號叫 中和高橋一生 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也是蠻好玩的 像我之前選舉去敗票的時候 因為高橋一生可能一般 我們基層的阿伯亞夢 不是那麼熟嗎 是日本人啊 嗯 所以比較是年輕人在開這個玩笑梗 但之前我去這個 也是選舉敗票的時候 然後 我就說啊 跟大家介紹啊 啊你好 我是吳貞啊這樣這樣 然後就會有人說 哦 我知道 嗯 我知道 中和高橋一生對不對 我說哦 對對對 哦 你這個你怎麼都知道 他說哦 你看我鐵粉呢 這樣有鐵嗎 我說有有有有有有有 太鐵了 竟然連這個網路的 算是一些朋友在開玩笑的梗 都知道 嗯 就是說可以跟大家多很多互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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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